第38题,38-40题是题主,阅读下列文章回答38-40题,下图是电池波平谱是一图,可见光是电池波平谱中人眼可以看见的部分,这个范围中电池辐射被称为可见光或简单地称为光,人眼可以感受到的波长范围一般是落在390-700奈米, 当波长比700奈米还要长时,称之为红外线,当波长比390奈米还要短时,称之为纸外线,电池波如果波长越长,波绕过障碍物的能力就越好,在建筑物中越容易收到电池波讯号,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屋内我们还是可以利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原因。 第38题问,某电池波波长越在10奈米,等于10的-8次方公尺,请问此电池波为下列何者? 我们从复图中就可以看到,我们的10的-8次方公尺是在这里,那么也就是纸外线,所以第38题问我们说,请问此电池波为下列何者? 我们答案选择是A,纸外线。